大家好,我是時光寶俠的ABO 歡迎大家收看這一集的日周表示 很多時時要出差的朋友可能已經很久沒有飛過了 因為疫情的影響 但大家知不知道原來有些碗標 可以讓我們同時看到世界上不同時區的城市的時間 這一集我們就想說一下擁有世界時功能的碗標 我們的地球總共分開了24個完整小時的時區 如果加上那些30分鐘和45分鐘的時區 我們總共有37個不同的時區 而最早發明機械碗標同時去顯示24個不同的時區的時間的人 是一位瑞士的製標師 他的名字叫Louis Cotier 而他的作品在1931年的時候出現 最早期製作這個世界時功能碗標的品牌 包括了帕特菲利普、江斯丹頓和努力士等等 這次我們找了五隻擁有世界時功能的碗標 介紹給大家 他們是各有特色 和是來自不同的price range 不過他們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他們最少能夠顯示 是24個不同的時區的時間 第一隻我們想說的碗標 是Monbonne Star Legacy Orbis Terrarum 這碗標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的標盤 是由兩塊藍寶石水晶玻璃組成 底下那塊是一個陰陽面 24小時轉動一圈 是用來顯示地圖上不同的地區 究竟是白天還是晚上 而上面那一層的藍寶石水晶玻璃 就黑了地圖 和經緯度會旋轉的 我們按8點鐘位置的按鈕 去選擇不同的Logo Time的城市的時候 就會跟著轉動 這隻碗標是有一個43毫米直徑不受降標殼 可以防水50m 而它自動上鏈的機械機身 是提供42小時的動力儲備 那個世界時的Module 是萬寶龍自己研發生產的 這個碗標的定價 是$55,000港幣左右 第二隻我們想說的碗標是 Brightling 8年齡的Aviator 8 B35 Automatic Unit Time Brightling可能是全世界最多飛機師選擇的碗標 這隻碗標也挺有特色的 它搭載了一個擁有COSC Certificate的自動上鏈機械機身 也是在百年齡自己生產的 這隻碗標是擁有一個43毫米直徑的不受降標殼 可以防水100m 機身可以提供70小時的動力儲備 另外一個特色就是這個碗標可以讓我們看到 24個不同的時區上的城市的下令時間 Dalight Saving Time 而他們的指示方法也是很聰明的 這個碗標的定價是港幣$63,000港幣左右 第三隻我們想說的碗標是 Shashala Group Polaris Chronograph World Time 大家都知道 立即做了很多自家生產的機械上鏈機械機身 這隻擁有世界史功能的機身也是他們自己生產的 他還加上一個計時碼標的功能在上面 這個碗標是選用了一個44毫米直徑的Titanium的標殼 Titanium比較輕 帶起來比較舒服 那個碗標是可以防水100米 自動上鏈的機械機身 是可以提供65小時的動力儲備的 那個計時功能是有一個30分鐘的計時盤 以及12小時的計時盤 這個碗標的世界史功能也同時可以顯示不同城市 Dale saving time 它的定價是$112,500港幣左右 第四隻我們想說的碗標是 Vashemont Constantine 江斯丹頓的Overseas World Time 這一隻碗標是選擇了用一個43.5毫米直徑的鋼殼 大部分的江斯丹頓碗標都是貴金屬的標殼 因為Overseas是一個運動系列 所以他們選擇了用一個鋼殼 這碗標最大的特色 是它同時可以顯示37個不同的時區的時間 即是說全世界所有的時區都包覽在這一隻的標面上 它的機身的打磨是非常漂亮的 有一個22K的金擺陀 還有它是有Geneva Seal日內印記的認證 這碗標是會送一個三個標鏈的組合 包括了鱷魚皮標帶 鋼的標帶 以及橡膠的標帶 這碗標有一個quick change的系統 是可以給你快速轉換標帶 是江斯丹頓的轉利 這碗標的定價是$281,000港幣 最後我們想說第五隻碗標 這碗標是一隻Badda Philip的5231J001的World Time 這碗標我自己覺得是非常漂亮的 因為它是用了一個38.5毫米的黃金的標殼 還有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標面 是用了一個鱷絲法郎的技術 去勾畫了這個地圖 地圖上面是讓我們看到有歐洲、非洲和美洲大陸 鱷絲法郎是一種先用一些金屬絲勾畫出了地圖的外形 然後再在上面填充了不同的顏色 放入一個高溫的角落 不停多次控制 然後才得出一個這麼漂亮的標面的效果 這個碗標是可以生活防水30米 而這個Badda Philip自家生產的自動上鏈機系機身 是可以提供48小時的動力儲備 它是用了一個Micro Rotor 這個碗標定價是54萬港幣左右 這個星期的一周標示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大家